今天在亞太股市都跟著美股全線向下 就算是最近比較強勢的日本股市 收市也要倒跌的 而港股這邊繼續做提款機捱打 午後都不斷地露 跌幅也有600多點 所以這一節我們都跟Casper衝出香港談談 日經平均指數的兩種成份股 Sony和任天堂 其實這兩種股份年至今升大概8% 和日經平均指數的升幅都挺同步 留意著任天堂在日股今個禮拜都創新高 其實大家對於Sony和任天堂 這兩隻遊戲股都熟悉 因為可能大家家裡都有PS5或者Switch這些 去到看門口 雖然仍然都是任天堂的Switch是佔優的 看回二三名的市場市場 它就有59.5% 但是由於Sony的PS5 功課都開始穩定 大家熟悉的話 它一開始是沒有課 大家都罵 去年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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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即是有更高的解像度和更高FPS的一個運行遊戲 這兩隻股份今年都有一個炒作出新機的主題 是的 兩隻股份其實都是出新機和出新遊戲 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出現 首先因為我們香港的騰訊網易 就死了死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買機名股的話 除了在香港選不下手我們就唯有在日本或美國選擇 我覺得任天堂和Sony的基本面其實都不錯 譬如我們先說任天堂 任天堂除了它有一個Switch之外 如果你說全部的機器算起來 它未必說整個game console的市場份量是第一的 暫時都看到Sony是第一 可能近年的銷售數據就後來居上 但是之後出新機的時候就未知了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除了就是console之外 它手上其實都拿著很多不同的配套 包括就是原來這個比卡超 這個寵物小精靈是它的 然後又有些譬如說大家可能從小玩到大的 我自己從小玩到大 星之卡比或者甚至是Mario這些 其實就是任天堂本身的一些配套來的 所以你說出那些周邊公仔新遊戲的時候 它就會完全可以吃光它們那些 那些所謂的遊戲的收入 又或者是那些版權費用 或者是那些周邊商品的收入 所以其實這間公司除了就這樣出一個game console之外 亦都是包括了很多文化 又或者是那些潮流東西那方面的一個收入系列 所以現在當然還未正式跟大家說到 是不是出Switch 2 甚至我們是不是連它叫做Switch 2都不知道 我們都是暫時聽到就是指紋樓梯響的 甚至就是有些可能外國的gaming那些直播著 那些可能多少已經透露著 可能它們已經在測試著新的遊戲了 但是未正式看到油的 但是大家其實市場上已經有那個憧憬在那裡了 所以我想其實連它再出新機的時間都未必說太遠的了 那我們先談一下任天堂 我們剛剛都展示了圖就是股價的圖 其實它星期一破頂之後都是在高位上整股著 上天旁邊都將它的評級降到中性 原因就是有望今年推出的新機 未必好像第一代Switch那樣成功 或者會引發一個子彈盤 都預料未來兩年集團的營運日利都會跌的 而參加盤磨資料 任天堂就會在2月6日公佈 即是截至12月底為止的Q3和頭三季的業績 看看上半年的業績4月至9月的那個 它的銷售額和順利分別按連升2.1%和17% 而Switch期內的銷售就賣了684萬部 那微升2.4% 不過說到公司的目標是賣1,500部 所以都有一段距離 而軟件商1,500萬也有一個距離 即是軟件相關的銷量就升1.8% 即是任天堂第三個業績你暫時怎樣看呢 即是見到野村上個月的報告都率先提出 即是說去年有一個RPG的遊戲 Super Mario推出 但銷量就比預期弱 即是這個業績你又怎樣看呢 我想其實這個都過去了 當然你說在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看回之前剛剛出過一堆的遊戲 就好像銷量一半半的 但是憧憬著就出新機了 還有就是之後也會有18隻新遊戲 就密碼會上市的 所以之後就這麼多 其實它拿著手上的IP 一點都不弱 即是剛才我們說過一堆 如果你說一次過推十幾隻新遊戲出來的時候 我會覺得對於公司的業績 應該會有幾大的憧憬在這裡 所以大家都仍然可以看著 再加上就是因為本身他們的匯率 價值是日圓的 但是你賣出來就知道了 我們在香港我計港幣 你在美國我計美金 就是不同的貨幣 現在日圓這麼低的時候 其實我們買下去都會覺得 其實東西好像便宜了 也都會有一個外匯的優勢在這裡 所以這段時間我都覺得仍然是 對著股份來說是正面的一個作用來的 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一些正面出發 除了出新機之外 野村也有提到年內 除了新主機 第二個就是日本的環球影城 它有一個超級任天堂世界 在擴張第二期 打造全球第一個Donkey Coin的一個主題園區 預計在春天就會正式開園了 會不會帶動任天堂的IP業務呢 你怎樣看這兩個的趨化制 嗯 我覺得其實那些就變成周邊東西未必對於公司業績方面有太多影響 現在主要我們其實都是看遊戲方面 是它的主要收入 你說環球影城那裏開那些的 其實都是多少可能有些門票收入 但是我們拿回迪士尼去做比較 其實都真的是 你說樂園方面 其實未必做到貢獻很多盈利的 而且它只不過是一個環球影城 不是環球影城甚至迪士尼海洋公園 整個主題樂園都是我去包辦的 所以我覺得對公司的影響應該相對有限一點 嗯 之後也談到Sony 其實它相比之下 它的業務都多元化一點 如果用過經營收入計的話 其實它有三大業務的分別就是 金融、音樂、遊戲及網絡服務事業 市場都衷敬今年日本的大企業持續都會有人工加 而央行都有機會退出一個負利率政策 Sony它最大的收入樂園 金融和音樂業務 是否都可以看高一線 暫時你說operating income去看的話 就是金融和音樂業務是暫時最好的 但是我們去看的話 金融也會維持穩定的 始終Sony它都是做那些 可能是Live Insurance、保險之類的那些東西 然後另一方面我們會看到音樂方面 它們的Patern收入其實還是相對穩定的 另外其實在最後一個焦點 我會覺得是Gaming和Network Service 意思其實都是說我們再衝慶就是BS5 Pro出來 還有就是本身在Sony旗下 其實也都好像任天堂那樣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Patern 包括Final Fantasy、蜘蛛盒 或者可能是阿芬達 那些其實都是跟它有關的 所以變相就是 也跟任天堂有同一個故事 就是低的一個匯率 然後手上有很多不同的Patern 然後有很多包括音樂也好 Gaming的Patern也好 這些可以為公司持續帶來收入 再加上現在只取低的 大家買它的東西又會買得便宜的 可以慢慢就是 將這一堆日本公司的經營優勢 開始發展出來 那最後落到一個很實際的一個問題 就是觀眾未必那麼容易 就是買到人股 如果看好前景 可以考慮買這兩隻股份的 美國ADR又行不行呢 不過看高興的體系其實都是強 beyond 相比之下 Sony還沒有破頂 如果大家看看即將日股ADR的時候 其實絕對沒有問題 譬如Nintendo的就是NTdoY Sony就是Sony 但是要注意下一個點就是 其實它本身沒原定價的 但是本身的股份 原本上市的地方 就是日日計價 所以看見是因為日日日的影響在一起 所以大家在賣的時候 要計算的回讀 不要講回圖就行了 因为日夜移动的时候,它会更多动